在最新的斗罗动画中 斗罗开始玩修仙了 不用魂迹 也不看等级 慧宇浩与季绝成两人都开启了法相天地 由于两人是在比拼意念 在看台上的观众 看到的只是他们站在原地不动 看似不动 实则两人在意念空间 已经交锋了无数回合 回到擂台上的视角 观众看到的是肆虐的能量 这些能量里 掺杂着霸道的权益 以及锋锐的建议 两股能量在擂台上交锋肆虐 就连裁判都不敢耗尽 第一次意的交锋中 霍宇浩落半 脸颊被建议拔开了一道口子 这场单纯抵拼意境的战斗 也让霍宇浩顿武 此前 君灵天下是木老传授给他的 而现在 他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意 在找到自己的权益后 霍宇浩的意境 也提升到了汉海乌鸦的境界 再次与纪绝尘意境交锋 这次便是压着纪绝尘打了 宇浩这拳打的 至少是国父达摩的水准 纪绝尘也开启了自己的法相天地 双方各自中了一拳一剑 意境破灭 两人在现实中再次交锋 权益对建议 杭博的权益 每一拳挥出 都携带着排山倒海丹的力量 灵力的剑意从剑身喷布而出 如同一股股无形的洪流 向着四周肆虐开来 最后是纪绝尘主动认输了 因为他拿剑的手渗出了鲜血 而宇浩的双拳完好无损 宇浩与纪绝尘的这场战斗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地脱离了斗罗世界 这场战斗中 对于斗罗世界最为重要的魂力 魂技 等级 魂环 通通都被抛弃掉了 只有易的交锋 寄绝尘这会完完全全就是个修仙的 只是生错的地方 换个地方 定然是一方天地的剑仙